诚诚 程小娘子嘴巴挺了得 大家我看看 这脚上功夫如何呀 有些人真是殿前失礼 行走蹦跳 怡太可笑了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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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子胜 你这是何意 早听闻圣上 已为五公主觅得了越式驸马 驸马人品风流 乃是旷世少见之人 与五公主顺势般来 此生在此 先行功效 你 你敢笑话我 子胜 三公主与萱侯世子成婚时 成人在外征战 未能及时恭贺 在此 道一声迟来的恭喜 走吧 等等 你这个小贱婢 你这个小贱婢 似乎与林将军很是亲密呢 做好咱们分内室 莫要费一塌人 备好酒就端上席吧 可是 以前皇后不是有意将娘子许给林将军的吗 修遥传子想法 皇后 从未将此事作证过 再望一次尺 看我都会诚挚你 是吗 我 林将军这是作合 为何不放手 拉来扯去的只会更难看 你难道想我们 在宫中被人看笑话吗 你坐此处吧 我 我坐此处 怕是不合规矩的 无妨 坐吧 如今宫里形势 愈发不讲规矩了 连一个小女娘都可以坐在皇兄身子 皇兄 你真是好脾性啊 三弟莫要吓着人家 这事家业 本就不必太过拘束礼法 蔡哲 是此生 待他坐在这儿呢 皇兄此言差矣 以小窥大 至家吻而无章 何以治国 我 窑窍 儿子 儿子 好 君子 好 子 入国 我叫陈绍双 你便是那个刚与娄氏退婚的 成寺娘子啊 容貌甚好啊 我若纳了你 你我便是家人 家人坐在此处便不算坏了规矩 两位皇兄 是吧 五弟啊 你就是太长情了 才让父皇屡次训斥 怎么 坚决不改 是吧 五殿下不必惦记了 绍商他已经有情事了 此生气我啊 这满都城中 何人不知城楼退清之事 是啊 所以现在我可以娶她了 林将军 你莫要冲动 我不要为了帮我表资 以终身大事给毁了 怕是子圣和皇兄待得太久了 气势不弱从前伶俐 竟连一个小女娘都敢违抗你的命令 此事你这是 臣请您代行长辈之职 向城寺娘子提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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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还以为这件事啊 要拖许久呢 要如此说来 那就是今天 丁下来 好 陈爱卿 来来来 陈爱卿 子圣十岁起啊 就养在朕那跟前 如亲子无异啊 今日朕暂贪扶植 向爱卿你啊 提亲 陈爱卿 意下如何 贤弟 好亲事啊 好亲事 还愣着干吗 快搭一个 臣自是 这是好事啊 是 好事 好事 臣自然 此行不能接 请陛下收回成命 陈夫人 你这是对子圣 有何不满啊 内子对将军怎敢有不满 将军少年英雄 将军少年英雄 是我家小女少商 配不上林将军 小女 小女自幼缺乏管教 行事顽略不堪 自妾归家以来 读书不行 习武不成 女都没有 口德不休 妾本欲严加管教 奈何 她目无尊障 不服管教 妾怎敢对天言 有所欺瞒 若少商非我子女 如此心腹 嫁我成事 妾也绝技 不会答应 若换作成事其他女娘 能得到陛下垂涯照拂 我们成事 也深感荣耀 陛下 少商好运斗狠 且担心若真嫁给林将军 日后会酿出大祸 连累成事全家幸运 陛下 这门亲事绝佳 只是少商他自己 配不上 陈爱琴 陈夫人 所言当真吗 此事不怪小女 陈与内子征战沙场时 将她留于家中 难免输以管教 是我们父母失职 自古家仇不可外扬 妾也想给小女留些掩面 怎奈她 我已是不堪重用 林将军 你与小女相识时日尚情 她看似乖巧通达 实则较言是非 行事卢猛 陈娘子 你认为你自己 真的如你母亲所说那般 如此不堪吗 回陛下 我阿母所言 拒绝属实 成女这般品行 连自己阿母都瞧不上的人 如何配得了天人之姿的林将军 是啊 圣上不如收回城里啊 说什么 想不到啊 真想不到 竟然会有人为不嫁子圣 将自己的轻女贬得一文不值 在我的印象里面 全都城的女娘 都争着抢着要嫁给子圣 可偏偏成家 为聚婚不惜违靠黄命 不知道是成夫人用心良苦 还是子圣令人家心生俱异啊 三弟慎言 此事攸关皇家颜面 陈将军 还请三四二后行 那个 要是不嫁林不宜的话 嫁我也行啊 这个成娘子余我倒是挺配的 她促比不堪 我放浪不羁 我俩才应该是一对 说什么呢 换张东西 有你说话的方法 陈氏 君无戏业 朕今天向你提亲 诚意已表 你敢当众聚婚 你 你这是辱鸡龙银啊 你 你活我连家族啊 好 此事 正容你 三思后 再回答 臣违背圣意 罪该万死 臣愿辞官 臣愿辞官 携亲女离开都城 绝不爱陛下眼 只是臣女高攀不起林将军 还望陛下成全 放肆 臣氏 你这是拿辞官来逼朕吗 来人呢 陛下 陛下息怒 陈将军也是一时勤急 让他们再想想 陛下 陛下 林将军文韬武略 武艺不强 少壮士就立下赫赫阵宫 是全都城小女娘们 日思夜眸都想驾驭到郎旭 只是城女自知 这班的林将军 城女是匹配不上的 至现在华县 林将军为救我 险失一弊 后来在屠高山 又为救我 旧伤复发 他对我恩重如山 只是今日 突然提出要求取 真当是令城女 还有家人有些措手不及 但有一件事 我阿母做得对 便就是如实相告 城女的确是 如阿母所说那般 粗鄙不堪 又经常惹是生非 不懂得体谅父母 更不会润从老许 不过抛开这些都不说 承你今日就想问林将军一句话 林将军 明日号寻得的心腹 自然是比我好个千百倍 我这人自由倔强 不服从管教 更不会听你的话 这样的我 你还想去吗 当然 我从不知 自己在你眼里 原是这般的好 想必你也不知 但是 在我眼里 你陈绍商 就是全都城最好的女娘 林将军 陈夫人 莫打断我说话 世人都说 娶妻当娶温柔贤淑女 我看陈夫人杀法果断 在战场上不输男子 可在战场下 您也跟陈将军抗地情深 可见夫妻各有不同 并非皆为世人所想的一般 绍商或许不是所有人心中的乖巧女娘 但在我的心里 她就是这全都城 全天下 最好 最好的女娘 她天真果敢 敢爱敢恨 是天底下最能与我并肩同行之人 此生此生 非她不许 好 说得好 陈将子 既然此生一绝 你呢 你不用看他们 他们今天说了不算 今日由政为你做主 纵然笑到再大 那也大不过天子圣意 你有什么心里话 只管说出来 这倒是要看看谁 还敢斗胆反驳 不 臣女 无需他人决断 只听自身 臣女 愿高叛林将军一次 敬请 一个无缘 许多 要是再敢反复 朕 定则不误 谢陛下 谢陛下恩典 好 成事还不谢恩呢 臣 臣父母 谢陛下恩典 谢陛下恩典 行了 走起来吧 来人 又怎么了 陛下 是豫昌郡主 八成事 听到林将军定亲了 昏过去了 看看这些小女娘 成何体统了 席还没开呢 就喝多了 我说呀 朕敢让她去成秋谷 好好地学习学习规矩 是 子昌 进来 进来 快快 进来 今天朕高兴 裴朕 多喝几杯 钟晏琪 一起同营 这成家才到楼家退期 没多久就在宫中定了亲 快得令人扎舌了些 不免让人生疑心呀 这陈绍商与林将军 是否早就有私情啊 阿妍 你为何来那么演戏啊 倒也并无大事 只是刚刚成四娘子说 才落了件披风 在林将军马车上 拖切来问问 是否早就有私情啊 少商妹妹是有志气的 还以为都跟你们这旁人似的 看见那林不宜 就跟饿了三天的小野狗 看见那肉骨头似的 可惜 人家林不宜 看不上你们呀 诸位 想必你们也认识林不宜 时间不短了吧 可是人家也没向你们提亲呢 我们都是老实的闺中女子 行端作证 哪像有些人 为做总耐弄风情 林将军是伪丈夫 哪里懂得这些鬼祟殷私伎俩 怕是受了蛊惑 王灵 你在睡口被人 我没有 阿子 里边 啊 李刘 凯宇明 李刘 李也 我行至何处 黑甲卫便跟至何处 向来如此 无意冒陌 林将军 此处是女眷洗面 只怕不大合理一罢 合习分析只是小结 董廉耻知进退才是大理 好 既然王娘子说我不合礼仪 那我今日 便教教你们什么叫董廉耻知礼仪 林将军 你这是做什么 这程娘子真是有福气啊 竟让林将军不顾男女分析 要去维护她 这程寺娘子刚退们亲世 又能提到如此上的狼血 还真是天大的福气 你 抱歉啊 一时摊开热闹 竟失了手 不过能用上等路肉起刨 想必二位也觉得是天大的福气吧 你 算了 算了 别跟他动嘴 可没人能从他袁善贱嘴里 讨得半点好处 走 好 陈夫人 方才王娘子说在下不合礼仪 如今长辈们看着也算是合理了 如此甚好 林将军思虑周全 林将军此话诧异 顺人云 礼仪 礼仪 你一个女公子 张嘴闭嘴就谈论未婚夫妇的隐私之事 你觉得自己很懂礼仪 很懂廉耻吗 你尚未出嫁就已经一副市井夫人的嘴脸 楼大夫人 你知晓吗 王娘子方才提到狐媚风情 卖弄作作 你可知上个月 五皇子赠予我一对美计 你兄长王龙见后 垂涎三尺 我便将二人送约他 可谁知不过几日 你阿父又将其笑纳 狐媚风情卖弄作作 这夸赞的可是他们二人 你 与其整日琢磨 如何攀悟我家心腹 不如回家好好想想 日后 该怎么称呼这两位美妓 是敬为阿嫂呢 还是敬为阿母呢 林沐怡 你 诸位 想必你们 对我跟陈娘子定亲之事 也有所耳闻了 待我成婚之事 还请各位 大驾光临 恭喜陈娘子 陈娘子 双双妹妹 来 跟我接接 不必了 多谢 妙妙 你来了 来来来来 来坐这儿 十一郎挑剑多年 眼光也不够如此呀 陈少商 你好是能耐呀 前脚与我堂兄退亲 后脚又搭上十一郎 你这样对得起我堂兄吗 是身上亲口向我陈家提的亲 天大的身恩 哪敢无端拒绝 楼梨 你这么大口气 当时就应该让你在狱前 看看你有没有胆量拒绝 可 可你也不应该如此快答应呀 我堂兄得多难过 他对你情深义气 你 你就该伤怀 该闭居相野 凭什么你堂兄另去 我就要终身不嫁 就算是要嫁 也要先伤怀好些年 凑过花家之期 最终是嫁了 也要找一个不胜如意之人 躲在冷蔽角落 铁日商口 不能在人前出现 知道的 是知道我陈家 我圆满何将军临终一眼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陈家 欠你们楼家多大人情呢 老李 你若想让我瞧得起你一回 大可将你方才说的那些话 当着你阿富阿姆的面 再说一遍 看你阿姆 抽不抽你耳光 好 夫人 这是要去何处啊 小女娘间的玩笑罢了 亮也不会闹到你我面前来 程伯夫人说的是 是小女言语挑衅的 绍商不能嫁到我们家中 楼市何家甚觉惋惜 只是为了成全忠烈一怨 不得不这一般 夫人不曾往心里去 我也就安心了 我自然不会往心里去 我家得圣上亲赐十一郎 这么好的郎训 夜班都会笑醒 又怎会心生怨对呢 林将军能陪绍商来楼市参加会演 着实令人心中钦佩 即便胸怀再大度的儿郎 也不会陪心妇来前未婚夫婿家 参加婚宴 只是不知 林将军对绍商是无情无心呢 还是他压根就不顾及自己的颜面 多谢各位大夫 请 多谢二位 请 请 张公子 来 楼大公子 若非你博文强迹 会想冯义俊于途 此意指会更艰难 圣上施下论功行赏 你立此大功 日后当身居高堂 阿瑶能够迎娶昭君 这就是圣上对我们娄时的最高问点 身为何将军的亲家 娄蒋 能够助灵将军夺取冯一郡 这原本就是分内之事 怎敢再贪功呢 阿笨啊 你说是也不是啊 伯父 慎之我心 林将军 我半生散漫惯了 只喜周游天下 不宜入室 怕少令你是忘了 你虽无宜入室 但若慎上其嫌 我看谁人赶足呢 刘大公子 我看谁人赶足呢 刘大公子 我看谁,我爱你 我看谁人赶足啊 我看谁人赶足了 状况 我看谁人赶足呢 对不起 自己人赶足 你赶足了 我看看你 说 是 少少 程将军 程夫人 那日我有紧急军务 没能赶上下聘 实在抱歉 林将军上来都不与人商量 自己拿了主意便是 有和好之前的 正事要点 正事要点 林将军既然来了便一起用膳吧 秦聪 收拾一下酒制堂 请林将军过去用膳 不必多礼了 马上就要是一家人了 一起用膳吧 大家不必这么拘束 紫慎很好相处的 大家为何不说话呀 那个 实不言 请不语 我们城市虽是小门小户啊 终究还是要讲究一些规矩的 实不言 请不语 甚好 甚好 嗯 嗯 不如紫慎给大家讲一件趣事吧 古时有一位书生 最是自私凉薄 从不与人交好 自认为如此 就不会损失任何 他所住之村是一座湖心岛 每每出岛都需要沉船渡湖 有一日渡湖时 他发现所沉之船 被水中石破了一洞 他本可脱衣补洞 却不愿脏了自己的衣服 也不愿废起口舌 就任着洞不断地冒水 直到这船行制湖的中央 众人才发现 原来此船一直在漏水 惊呼到 这船要沉了 各位猜 此书生如何作答 他达到 这船又不是我的 与我何干 那最后呢 此人如何了 自然是淹死了 这船又不是我的 甚是有趣 我看他就是来威胁咱们家的 听着笑 来 三兄 多谢林将军 三兄为何满头大汗啊 天气炎热 天气炎热 来 三兄 自身敬你 三兄为何喝得如此快 随便喝两口解暑降温 多谢林将军 多谢林将军 Alice你 results 你得之乎 まず这船 我喝 你得之诱言 爽快 我 我不剩酒力 吃菜 我吃菜 好 我听说林佳的郎君来了 不得无礼 我让我 真热闹啊 大摩没来迟吧 你就是林佳的郎君吧 是 你看看 这眉毛是眉毛 眼睛是眼睛 鼻子是鼻子嘴是嘴的 果然是着耳不群的 跟我家老头子不相上下 我看你们说呀 我这辈子看您就没错过 你跟我们家妙妙 一个鼻子俩眼睛 如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一看 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呀 我曾经也这么说过 陈老夫人 当真是睿智啊 睿智 睿智 什么意思 好 好好吃啊 我从未见过 是吗 好 晚上咱们给你们做 阿傅 我让店家都帮我包好了 居时各家回礼 咱们送去就行 还是你想得都到 省了我们多少事啊 居库 好 开包查夜 什么 都说家宅安宁 方能兴旺 我与绍商定亲 成家人 亦是我的家人 我特调来一对轻尾 每日查探府中出入 确保诸位的安全 真羡慕妙妙你呀 要出嫁了 再也不用被阿妇阿母管束了 才不是 之前阿母不许我家邻不宜 如今在婚事上 比谁都伤心 绝口不提退婚之事 如此可见 她心中根本就没有我 娘娘 你这话说得可就亏心了 当然可是阿母在宫中冒死 提出辞婚 你自己非要嫁给刘姑姨 这是什么叫我非啊 那是行事所逼 不得不改 算了 这怎么说这也干吗 说了你也不知道 什么是权势 什么是厉害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 娘娘 你可别气大伯母了 大伯母这些天 吃不下也睡不好 娘娘 吃饭 咳咳 娘娘今日为何一直掉虾 定是灵部一妹亲自来虾皮给气扯了 不过按摩也奇怪 换往日早派桌子了 今儿一句话也没有 这些女娘们 心思准够不定啊 这凌不疑确实有些过分 婚子还没结呢 就在下聘仪式上怠慢鸟鸟 你我做兄长的 可绝不能饶恕啊 对 带他当门 咱们带鸟鸟 给他个下巴胃 嗯 嗯 我先睡会儿 要拉开 好 这样 阿雄为何在石头上蹲里 阿富 陈伯父 二兄出征须驿马 若下盘不稳 与人在马上对决时 难免有坠马之位 这是我在军中练下盘的最好法子 在我看来 明日当再加一块石 您一下住 还加呀 手别弯 子盛所言甚是 就得好好练一类 是 三兄 你惯用功 手若无力 见便射不准 手稳 则见准 你若想百发百中 还需要努力操练哪 其实我根本就不想百发百中 我今日看过卦象 便知今日诸事不及呀 三兄 子不语 怪力乱神 你试试求问神明 不如先跟我谈 来 来 来 不是 你到底要做什么呀 家人安康 才能诸事即昌 从今日起 你的家人 可同我一同操练 奇妙 来 双双 我是女娘 我又不用出风陷阵 再说 哪有女娘操练呢 我与那些渔府之人不同 我认为天下男女理应一事同仁 而且 这 女娘 亦有女娘的操练法子 女娘又 二兄 这 还真的住吗 你跟陈将军一样 都是成家好二老 李竹 离住 展开 撤 撤 撤 再来 离住 撤 好 再来 展开 公子 娘娘 桃冠若掉了 明日便增恋一刻 我也要恋这些吗 我听闻你去年 险些害病而亡 皆是因为操练不够 你放心 对你 我肯定是最上心的 大可不必 我是绝对不可能练这些的 你就是如此对我上心的 你就是如此对我上心的 是啊 你练多久 我就在这里陪你练久 不必 你只是告诉我 我还需练多久 大约 一个时辰吧 一个时辰吧 心弄得很 杨鸟 成家 好玩了 来 妙妙 你这个郎旭啊 为父真是招架不住 他 将为父的靶子都给射劈了 为父用了二十年 都不曾射劈过 妙妙 阿子生平第一次 不想做听话的女娘了 阿子 我的手 如今都还抖着 我也当真是没办法 人家成婚是要人 我成婚是要命啊 你成婚 要的是我们的命 你还不如一刀给我个痛快呢 不悬了 进吧 辛苦各位了 我已经命连坊去准备冰煤汁了 一会儿就能送来 到时候清热解暑 来了 来了 我 这便是你说的 冰煤汁 我不是让你准备冰的吗 为何是滚烫滚烫的 是我吩咐连坊做的 我说 淡冰伤身 刚刚操练完 适喝热饮 大家趁热喝吧 我让你吃饮的 不用了 我感觉 我感觉 而且战争 你会相争 那你这个 我看你 你就是 我aeda 那你我 我不能看你 你 我 可以 感谢观看 对 对 退什么退 一个个儿的蠢货 如此俊俏的郎序 举着火把也找不到 你们还退三党四的 阿母 小声点 外面都是黑家卫 你们再吃了几天饱饭 就不知道乡丑好坏了 想退清 除非 你们从阿母的尸首上过去 没退没退 聘礼都搬到你屋里去了 哪个能退啊 阿母只管放心 对 夫人哪 可千万不能声张啊 这门婚事是圣上所赐 如果从府里传出退婚二字 圣上会怪罪大人的 到时候成事别说是鸡飞蛋打呀 连小命都没了 总之 梁子圣 这是郎序 我是要对的 你们要退 我就闹死你们 阿母放心 这郎序跑不了 阿母回屋歇息去吧 咱们歇息吧 嗯 好 辛苦啦 大家辛苦啦 日后林不宜来咱家 还是你们父子好好招待吧 这些时日事物太多 我身子也有点乏了 管不了啦 管不了喽 娘娘 为父想仔细了 以后林不宜再上门 你就自己招待吧 我们长辈齐齐在场 你们也不好说些亲密话 好 好 就此定了 就此定了 阿富英明 阿富英明 童子 你总不会留下我一个人吧 娘娘 嗯 唐子觉得 论武剑 还是你更合适 我也不是很合适 是 帮人 你不相信 我身心 我看到黎不宜了 他好像坐在这儿 黎不宜 谢谢阿伯 你说我若是看到黎不宜 那说明 黎不宜又没了 出门 我去 林将军 我敬重你闻人刚之 怎可趁人之威呢 林将军 为何行为如此不济 你们呀 一看便知是趁人之威 行为不济呢 是我们鸟鸟啊 你看 在下并非只带回绍商议员 万家娘子 也在马上之内 什么 七七也醉了 丢人丢一双 不若这样 林将军先将鸟鸟交话于我 待他酒醒之后啊 恐怕不行 绍商与林将军 虽已定情 但终究还未曾成婚 还请林将军放手 将她交予她阿妇 带她归嫁 陈夫人 并非在下不放手 陈夫人您看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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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秦 秦 陈夫人 那在下 先送手上回屋了 呃 那 就劳烦林将军 送娘娘活吧 林坊 你跟着一起进去帮忙 是 多谢陈夫人体恤 你 告辞 好 好 好 自己的女儿如此不懂事 又能耐得了何人 我罚了 将军 你别忘了去帮宋儿 送琪琪回万家 这臭小子 还未从车中出来啊 该不是 也被人搂着不放吧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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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宋小娘 再过松开 我就将你绑了宋皇万宝妇 让万老夫人治 你 他 你以为 我怕我阿富哥大股不差 万万十三 怕我谁啊 你 这是打起来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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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丸琪琪 我要公子绝脱了 你赔我 你赔我 不准再闹了 不然看我怎么制你 你还制服我呀 我万一是三 那班下局你把投资冻出来啊 来来来来 如今这些少女娘啊 个个熊汉良 还是我家夫人温柔善良 贤惠出国 天下难寻啊 你们俩 快去备些商药 是 快救过来啊 真好啊 再去备些新酒汤 是 来啊 天哪 他给我喝的 他这个汤是送你回府 我还有喝的 你喝的够多了 万十三千万不得 真的 你怎么还出国人啊你 你 entender了 你还有名声吗 你再喊 我就 我就 就就就就 去去 你怎么救你啊 来呀 来呀 啊 你说 是林不宜扛我回来的 宁公子 那时候还是莫要饮酒了 昨儿林将军 哄了你一整晚呢 快走 慢点 走走走走 快 赶紧走 新酒汤 先喝了吧 你是不是怪罪我 平日拦着你喝酒 所以干脆一次喝个痛快 这是我命宫中医官 配以珍贵药材做的桃花酿 入口醇香 也不容易喝醉 你以后若是产酒 就喝这个吧 我不是要拦着你 去做喜欢的事 我只是不希望你 弄坏了自己的身子 这酒不好 必须淘花酿 我更喜欢清理醉 你若是不喜欢那味道 我可以命孙医官再改 我可以命孙医官再改 内心抗拒与我成婚 所以只要是 跟我有关的事物 你都反感 哪怕内心欢喜 也要强忍着拒绝 是吗 受伤 我已经再改变了 你为何还要排斥我呢 我们本就不是一路人 林将军全是滔天 而我一无所有 你并非一无所有 我也并非万事不缺 受伤 你有你的阿父 阿母 阿兄 这个家里所有人 都真心待你 我不曾拥有这些 你我并非是同路人 就算我有亲人又如何 这是我的家 不是你的家 这是我的家人 不是你的家人 确实 这家是你的 我自并在军中历练 习惯军力如山 我自并在军中历练 习惯军力如山 行动都为下达和执行 更不知如何跟家人相处 所以我更想学会融入 你说我不懂你 以权势压迫你 我只是想让你和你的家人知道 我也是个寻常人 我临子上 也是想和你过寻常日子 可你对我的生活来讲 只有压迫 你还敢决认 我只是想要重新 得到北说 血泰 我也号护了 我也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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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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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前期我处处约束于你 处处压迫于你 但即便如此 我也不可能放你走 你就像 你大可以对我冷嘲热讽 可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尽心 双生 我认准了你 那往后只能是你 你要是想退婚 大可去身上面前退 这个婚 我临不移 绝对不退 即便身上重罚 我也不退 谁说我要退 你 我也不知如何爱人 难免关于质疑你的用心 可是回想往日 你待我真的很好 我要是再以为抗拒 倒是显得我有些铁石心肠了 你伤如何了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我在猎物受伤之时 你还知道关心我一句 痛不痛 你是不是怕 身上责问你 更胜于我 你哪有身上责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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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少少 我知道 你总会质疑你我病不平等 总有心我会压迫于你 我今日想告诉你 我灵不已将你施作武器 我所有的一切 接受你 日后 我也只会用权力来护你 绝不可能 绝不可能 压迫于你 我会让你相信的 信不信 看你日后表现吧 我又一定要 我走 你不信 我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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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买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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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日开始要进宫学规矩了 太好了 我是说太不幸了 每日临讯不着家也太惨了 你且多保重 我先去睡了 又坐山 四兄 你 可曾被人亲过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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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问这个做什么 你可是真 你 不能说 听到没 来 我当然不会说了 可是你也知道 来 来 你也计 你也计 可是要瞒住阿父阿母 也并非意识 这阿母目光如炬 要是让她知道 不想死就不能说 我 说了 必死无疑 你不漏 我不漏 好妹妹 可以 高一气 是 四兄 你 不曾被人亲过 她为何要捂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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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